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 无常这样子一种主题 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 生活很美满 非常的幸福的时刻 就会有一个打击 降落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给大家很多的痛苦呢 尤其是在一些天灾人祸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心 尤其是台湾在上周的 403大地震 哇这个天摇地动 真的让大家非常的害怕 尤其如果是在镇央 东部地区 花莲地区的朋友们 绝对非常非常的恐惧 有非常多的一些 不幸事件的发生 那面对到这种 尤其是天灾的无常 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 要如何去做准备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度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 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热的导师聊 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你好 在上周的这个大地震 其实真的让很多人都吓坏了 因为刚好呢 就是上班通勤的时间 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啊 或者是上班族 都是醒着的 然后可能正在忙着 要准备工作 要准备上课 但是呢 那么一个天摇地动之后 哇 好像大家的生活呢 就乱了套了 没有想到呢 有那么大的地震来袭击 但是呢 其实也是做好准备非常重要啦 那在这一次的一个灾害呢 虽然也是造成了一些不幸的事件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呢 应该都有所准备 不过呢 面对到那么突如其来这种 不管是巨变啊 天灾 或者是在家庭当中的变故 常常会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地震是 有人听了都怕了 因为从403那天开始到现在 好像每天都有雨震 嗯 然后让大家觉得好像不知如何是好 只要一震了 就是这个忧心的这种感受 不能受控的感受就来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大自然它没有一些事项的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人很厉害 但是大自然稍微轻轻的表态 这大自然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 嗯 所以有的时候 到底是人定胜天呢 还是这只是一句口号 这就是耐人寻味的话题 但是从这一次台湾大地震的 这种诸多景象来看 嗯 你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天灾 那么现在很多东西 也都在抢救中 在一些恢复里 那么如果它是就停止了 那当然就从这里面学习教训 如果这个后面还会有 如果那这后面 我们又该如何来面对 那这一次已经很多人的心态 有点都要崩溃了 对啊 那如果后面还有的话 那人该如何来面对处理 或者以什么样的逻辑态度来以对 我想这个也是 当然我们是能够先未雨从谋 嗯 很多事情能够想得比较深 那希望它不要来 但是如果 不管是我们今天来讲的地水火风啊 各种的灾难 它来临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或者是心中有多笃定啊 这个自己的安危与否 那么这些平常如果没有想清楚 好这个就在那一瞬间啊 你说地震来 那几秒钟或者是高达一分多钟两分钟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那实在是难熬 对啊 那么平常你说逃难路线啊 或者是避灾的一些措施 突然来的时候 马上可以想到该怎么做 这些也都是应该在平常就准备好 能够有一个 这个思绪的路径也好 或者实际的一种预防也好 都应该在准备中熟练里 能够给自己多一种安定的分数 我想这是蛮重要的 做好准备呢 来面对了各种不同的事项 和一些挑战 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但是呢 其实在面对到这种大自然的未知 还有这种天灾的一个巨变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 哇 人真的好渺小哦 像是在这一次的地震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有感触 我刚好呢 在上班 我坐在公车上面 停等红灯 突然呢 就晃了起来 本来呢 好像还好 但是呢 越晃越大 然后我们公车上面 人就面面相聚 然后有些人开始就 哎 地震吗 地震吗 然后全车人一起恐惧 哇 其实那个 大概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 就像导师所说的 真的觉得好像 哇 这个世界 是不是要毁灭了 那那时候其实脑袋就跑出了非常多的一些画面 不管是A家人到底平不平安啊 家里的宠物到底有没有害怕啊 或者是家里的锅碗瓢盆 东西有没有正坏 哇 那短短的一分多钟 两分钟的时间 其实真的脑袋想很多 但是想的东西好像大部分都是恐惧和害怕也倒是 所以有的时候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 你就会觉得 就算想着又该怎么办呢 就想要来做一些弥补 或者是怎么样的补强 因为不是自己可以随心所欲 在这样子的一种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政府 或者在正的过程中 它每一秒在那边 那个动静 你都心中那种恐惧的下一秒 它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发生 这种急剧啊 让人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来负荷 但是有的时候 你说你担心也好 你不担心也好 它该来的还是会来 但是这个地震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从这里面的一个 它的一个唤醒的一个态度 来看人世间的许多事情 也许有些人 他没有经过地震 他不知道珍惜人生 有些人 他没有经过地震 他觉得这世间 所有人事物都欠他的 很多的人生观的不正确 导致的力不从心的种种种种 但就在生死 一线迁了那时候才觉得 哇 人如果可以平平安的活下来有多好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中 形态里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想得懂 人生才是 其实就是所谓的这呼吸间 就因为在这呼吸间 我们对自己能不能交代 是不是每一天的生活 滴答滴答中 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出路的一种证明 来看到自己 每一分钟是自己在成长中 看到诸多很明显的成就 而且精神不留白 是往正向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那这样子就算是大难来临的时候 精神也无悔 但是如果今天 就是每一天都是 可能在心情不同的情况下 很勉强的过着 每一分钟的时候 大难来临的时候 可能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结论 但是在那一刻觉得自己 还是那么的渺小 那平时呢 有没有好好的这个准备啊 或努力 所以真的要来改变 不要说改变别人 改变这个环境 改变自己 可能都力不从心的 这个成分居多 所以的确这一次 好像也有很多朋友 因为地震之后 感知到要好好的过活 有多重要 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 也写出自己的心声啊 或者讲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想这些 如果往好的方面看 那当然是加分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因为就是夏天灾 我们记得这一下子 等一下隔刻两秒钟 没事了 全忘光了 那就很可惜了 是这样子 哇真的 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呢 大家可能在 面对到了生死关头 这种非常未知 然后恐惧的时候 会非常的珍惜 当下或者是珍惜 自己所拥有的 不管是家人 朋友啊 这些人事物等等 但是好像真的 时间一过 大家就淡忘了 像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其实不管是在 我们自己节目上面啦 或者是在电视新闻上面 讲说 要准备这种地震的防灾包 或者是这种 各种防灾的准备 但是像是我自己 也真的在我自己的床头呢 准备了一些粮食啊 手电筒啊 或者饮水的一个 小小的袋子 但是好像每一次 就是地震完 大概过个半个月 一个月 好像呢 就平息了 哎 我就把那个袋子呢 又收起来了 这好像防灾的准备 好像就像导师所说的 就会忘记了 不管是做好准备的重要性 或者是忘记了当时 珍惜当下这种感受 所以其实真的 要时时刻刻做好准备 而不是在 哎 想起来的时候才做好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观点耶 所以这就是观念 逻辑 是不是真的就ready 那你说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像子龙说 没事的时候收起来 那然后真的震的时候 那一次 没机会拿出来 那结果真的要用的时候 才想说 哎呀 为什么我不早点 放在旁边备用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都会觉得 哎呀 无奈 但是很多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灾难性的东西 它来就是无声无言 对呀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你看这个403大地震 它也是 哎突然就来了 突然来就这么大了 它没有先告诉你说 我可能要发生多大哦 但是它一来 就让大家觉得臭手不及 而人生中 你说 有这么样大的一种感受 地震啊 风灾啊 水灾啊 火灾 或者是天灾人祸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 这里面好像 之前跟之后 马上就会 比如说在 有图也好 在网络上有很多 说造了很多像啊 影片啊 制片长怎么样 之后长什么样 然后你就会想说 是不是要来想一下 在这个天灾人祸 这些东西上面 除了我们 比如说这地震 准备这些口粮啊 或者是急救包啊 是不是还有什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 未雨绸缪的 先准备好 哪怕是避灾 还防灾 或者是今天 你看这个 往往都是在灾难来以后 才要想去救难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难 如果我们可以早点预防的 不要让它发生 有没有可能呢 如果真的世界上有这样子 在我们的努力中 想法里 可以让一些天灾人祸的东西 它不要发生 那不是很好吗 那有什么东西是 我们可以在事情 就可以准备的呢 来让它不要发生 我想这个 从这一次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样突然来的天灾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 大家都能够醒了 然后省思着 在人世间 是不是每一天平安就是福 这个平平安的过活 其实就是一种 无限狭义的这种 人生的体现 还是说 要等到灾难完了之后 然后大家才 攜手同心 互助相救 然后才发挥同胞爱 是这样子呢 还是 我们要在可能性的 这些灾难 天灾人祸 之前就去想 有多少东西 我们可以先把它 先避免 不管是大自然的也好 不管是人为的也好 我们是不是都有可能 先大家集市广益 而不是 这个灾难之后 大家集市广益的来看 是怎么样的救难 是怎么样救人 或者是怎么样的 风雨深信心 我想 如果不要发生 那当然是最好 那如果发生之后再去救 那可能已经 就像这照片 影片里 之前之后 已经天差地别 已经损失很多了 尤其是呢 这一次真的是 大家都非常的有感触 在全台湾的朋友们 都可以感受到 这样子一种无偿 人有但系或服嘛 这个其实就是 无偿的一个道理 但是呢 其实听到了 导师这样子说 好像这样子一个无偿 也不是完完全全 那么消极的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样子 一个无偿的 一个准备当中 其实就是做好了 各种的因应可能性 所以呢 其实这个无偿 也不是那么消极 只能往负面的方向 去想耶 导师 无偿当然 它没有一定的常态 所以你也说不准 到底什么东西 会在生命生活里面遇到 但是你看这个 从今年开始 台湾就一连串很多的 不管是食安啊 还是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都好像在一种 很乱的一种感觉中 在过活 你说以前上班族 这个中午出来吃个饭 那么时间已经不够了 随便找一家吃也就算了 对不对 对 那结果食安出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中午出来吃饭 还要提心吊胆 不知道这家有没有问题 没错没错 真的 然后不吃也不行 对呀 吃的时候还说要凭 凭运气 就在这种心中的压力下 觉得我们像连吃饭 都没办法好好吃的情况 有时候就觉得很无奈 但是这无奈 它又在你身旁边发声啊 你真的不知道 到底要选哪一家 才是真正 今天是 是真正的对的选择 还是今天这一招 就是不归路了 你会觉得说 人怎么就这么样的脆弱 但是事实上 你不吃饭也不行 你吃饭又提心吊胆 每天那种压力无限 你想自己带便当呢 可能每一天呢 适时让你也没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所以有时候 左想右想都不对 那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然后又碰到一个地震 哎呀 就觉得真的是怎么 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所以总觉得 这个社会好像乱乱的 是不是啊 人家说这个 和气生财啊 这个家和万事心 那么这整个社会里面 今天乱哄哄 是不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想这些东西也是耐人寻味 应该要好好的 想一下吧 因为毕竟 谁也不知道这些灾难是 续点还是斗点 如果还是继续的斗点的时候 我们就这么渺小的人 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是大家应该要 集思广益吧 我想很多东西 应该是在未雨冲谋的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 这个灾难后的 这个薪手相连 应该是在灾难前的薪手相连 让大家都在一个 一种安定 安心的日子 大家能够好好的过活 我想这比较重要的 对就像导师所说的 不管是天灾人祸 或者是很多的未知的事件 好像呢 不管是在台湾啦 或者在世界各地 好像都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面对到那么的颠簸的人生 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面对 要如何ready好 做好准备 来做阴影和这个策略呢 休息一下咯 先来听个歌曲 来送上真首 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作词作曲 并且一起合唱的 曾经沧海 在音乐之后 待会继续再回到了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 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主题上面的提点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问自己是谁 谁能懂我 而我又是谁 人生几回醉 憧憬要几十醉 曾经沧海陪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万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无偿这样子一个主题 在上周的403大地震真的让全台湾人都非常的有感触 但是呢 其实在各个地方啦 各个不同的国家 可能也都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天灾或者是巨变 那到底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样子一个无偿 要如何做好准备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其实讲到了不管是在台湾会面对到这种地震啊 或者像是我们的台风 其实有的时候哇 这个台风的灾害也不能小觑 但是其实看看呢 放眼世界上 其实每个国家都面对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 像是呢 在台湾大地震之后 没想到呢 远在另外一边的美国纽约也跟着地震了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洪水啊 或者是其他的天然灾害之外 其实现在大家也会想到了 就是乌厄的战争 或者是很多地方 还是在一些比较混乱或者是战乱的一个时刻 那面对到了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个 不管是天灾人祸 或者是这种国家的一个地变 其实真的会让我们人民觉得非常的紧张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做好准备吗 导师 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 就让我想到 往往就说 人在有能力的时候去解决问题 当然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步骤一 步骤二 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解决 当人面对巨大的一种外力 他不能够反抗的时候 他就无奈了 他就觉得为什么 你看这地震 是你人力没有办法反抗的 所以他今天 这么样的一个力度啊 可能在有些的房子或怎么样 就已经让人没办法接受 所以也只有无奈的来看啊 这该怎么办呢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事实 就摆在眼前的时候 不管是要把它移为平地 还是怎么样的补强 这毕竟都是在这个 已经比较这个生活不容易的情况下 每个人好像又是雪上加霜 那如果刚刚这个子龙又说呢 这天灾以外还有人祸 你看全世界都在打仗 这乌尔战争已经打这么久了 这个乌克兰这边 可能已经多少人家的家园 都已经以为平地了 之前他们的这些房子 在这个新闻里面 也是高楼大厦 但是当战争来的时候 就可能比地震还要残酷 那地震震一下 可能是几东房子倒了 但是这个 你看这乌克兰 他们这个炮弹来的时候 那就是两边的对峙 他一定要让对方 这个以为平地才罢休嘛 那就不是像这个天灾 震一下就算了 他可能就一定要 把他以为平地才会停止 那那个时候 有多少的居民 是多少的无奈 多少的这种鬼哭生好 但他们又能够怎么样 他们也没料到 他们的国家会走到这个地步 但是事实的证明 摆在眼前 家园就已经分崩离析了 所以这看起来 毕竟是人类的悲哀了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 都能够从中得到教训 知道一切人该怎么做 才是可贵的 才是我们要赶快的去争取 来把这可能也许之前 很多东西没有那么样的 善尽其中的部分来补枪 或怎么样 我想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功课 而这每个人的功课 如果大家都能够用心 真的想清楚都明白 很多东西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不是只有针对自己 来保护家园与否 你想想看403的大地震 有多少影片流出来 在这么样的天遥地变的时候 母亲去护自己的小孩 对不对 很多什么婴儿式的 护士把几个多少床弄在一起 生怕婴儿怎么样了 那这只是多少秒钟 多少分钟的事情 但如果今天像乌克兰这样子 就已经以为平地 有多少这种小生命 他已经在这种战火中 已经离开的人世 这种的哀伤 这些债 究竟应该是去找谁逃呢 所以这也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些 在天灾来的时候 那么几家关了几家丑 有些小孩在父母的呵护下 还好没事 但是有些可能就已经 产生了什么样的巨变 那这些我想每一个人 当看到的时候 应该是以自己的一个 很好的教材 来深思其中 如果今天是天灾再现的时候 该怎么办 如果今天是人祸 让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子孙 子子孙孙将来的问题 该怎么办 我想这个应该是发人身心 自己对自己负责 自己对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子子孙孙来负责 我想这些都是每个人 应该最基本的思绪 要能够想到这些的 我想这是蛮重要的 哇 这听起来真的非常的沉重 但是这就是我们面对到的 一个现实问题 不管是在台湾 或者是世界上面 其实各个地方 各个国家 其实都面对到了非常多 不同的一些挑战 还有这些很大的一些压力 还有威胁 但是其实想一想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平安了 像是这一次 其实大地震 尽管可能在北部地区 好像在灾害上面 其实当然一定没有像是 我们的镇压 花冬那么的严重 但是其实还是很多人 比如说住在高楼 或者是住在比较老的房子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损害 包括来像是很多人 什么电视砸下来 然后什么公仔掉下来 然后可能有一些的工厂 也损失了几十万几百万 但是其实大家最后 还是会讲一句说 没关系 这些财损 物损就算了 人平安就好了 其实大家最后 好像想要求的就是 人都平安 但是这个平安 到底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透过了自身努力 来取得的呢 这其实也是在面对 这种 不管是天灾地变 或者是人祸 或者是面对到了未知的恐惧的时候 我们人非常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也倒是 对我们提到这里啊 我就想到 就说刚刚我们讲的 家和万事兴 以和为贵 你看啊 我们这这么多天 从403到今天 台湾的很多 只要这个 不管是全台的哪一个角落 只要稍微一个 又愚症的时候 都已经有点心中的压力 腿都软的那感觉 觉得到底还要摇多久 你就会发现 这大自然的怒吼啊 它随时展现出来的时候 你心中就会觉得 哇 它还要出招 那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 才接完呢 就这种 很无奈啦 对不对 那像乌克兰 这个乌尔战争 对方发出来多少炮弹 那到底什么时候 才是最后一天 不需要再来面对这些战火呢 那这些战火 为什么会而来 但是他们正在 这样子的一个戏剧 人生大戏中 正在演这一出戏 那这个时候 他心中的无奈 他又能跟谁说呢 所以如果 不要有这样的 这个隐忧 地震 希望国泰民安 能够在一切 在这种心心向荣 和气身材的一种 不管是什么样的氛围中 觉得好像你好 我好大家好 整个社会 大家都在一片祥和中 好像这个世界的共振力 好像曾几何时 我们以前在担心的地震 好久没来 就像前阵部大家才说 这台风好久没来了 对吧 到台湾就转向 到台湾就转向 但是我们有没有珍惜 这种大自然对我们的垂涯 这才是重点 但是你说 我们也觉得 这就是理所当然 到哪里就转向 到哪里就转向 但是没有在甄醒的过程 他来跟他不来 这中间造成伤害与否 其实他的差异性是很大 但是人往往久了 就可能觉得 今天风调雨顺是应该的 那在这个相反的一种环境下的时候 才会觉得 这个大自然的灾害里 让人不要说别的 光是让人心中的恐惧 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负能量 那怎么样才能够面对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强 或者是预防 那是不是每次都在大灾难来的时候 就会心中想 哎呀我应该是好人吧 这个灾难来不要 不要扎到我 对对对 对对对 往往人就在那个节骨眼上 才会想到那些事情 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来想到 除了自己好 让别人也好 大家都好 整个社会都能够一片祥和 心心向荣的好 我想这个才是大家之福 而不是就是 总是在灾难后才在想 我们该怎么样来预防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结论 但是隔两天 这个灾难过了没多久 大家也就不了了之的情况下 那等着下一次 什么事情来提醒我们 我们又觉得太晚了 就很可惜 所以不管是天灾还是人 我想还是古话 和气生财 和气生风 和气生一切好事 那能够和气 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 人与人之间 我们跟我兄弟姐妹 我们跟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跟我们的邻居 李明 乡民 大家都能够 从这边开始练起 那扩展到 我们与我们的邻国 我们与我们所有面对的 所有生命共同体 全世界大家 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来看的话 是大家因为有爱 所以很多东西就可以消灭掉 可能中间的分歧 可能中间的不平 可能中间 许许多多原先的问题 因为你有爱 我有爱 他有爱 因为爱 而把大家凑在一块 来代替了 可能相互竞争 或者是一种争执中 产生的这种利器 把它化解掉 那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在灾难来临之前 人祸来临之前 先做一些预防 来保护我们自己也好 保护我们的子女 或者子子孙孙 我想从这一次的地震 看到在那些画面里 那是多么惊悚的画面 但是我们都愿意来保护我们的儿女 保护我们的家园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想到 我们的未来 如果还有什么样的这种威胁下 可以先预防 不至于产生的 怎么样的人不可控的情况发生 这些不好的事 都可以在这之前 就把它消灭掉 我想这才是众人之福 我想大家都应该要想清楚 那么明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这些我们可能心以为常的 我们觉得这是日常 但是可能在一瞬间 就作变成为这个无常 当然我们还是要求 就是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还有社会安定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是不是有把这些的基础 想清楚弄明白了呢 那到底不管是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在家庭当中 我们分分秒秒间 我们要如何求到 这样子安定的力量呢 其实真的要透过了很多方式 来进行全盘的思考 那当然天灾地变得无常 我们没有办法预估 但是我们可以先做好准备 就跟我们人一样 其实时时刻刻 我们也可以先ready好 做好准备 像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 密码系统当中 其实太阳神的导师 也常常跟大家 在节目上面提点说 真的做好准备 把自己准备好 也把这样子一个爱感恩 把它扩散到了 我们自己的群体 然后往外扩散到了 一个社会国家 其实会让我们的社会 和这个世界上面呢 可能可以更加的和平 更加的好 但是要不要从我们自身来出发 其实大家也要想清楚 弄明白 请有的时候 透过我们自己自身的力量 也可以为我们世界 做到一点的改变 这种说的太好了 如果大家都能够一起来 非常审慎的来看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可以未雨绸缪 大家都同心希望 你好我好大家好 毕竟我们 大家互相有这种好的氛围 祝福着对方 希望你好 希望我好 希望大家好 总比你今天看着这个人不顺眼 看着那个人想打架 看着谁谁谁想要有争执的那种氛围 来得祥和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有更多的闲情意志 来享受人生 或者是来做各种开创 那如果每天都是乱轰轰的 整个世界 今天要嘛就是天灾地震 或者是刮龙卷风 明天又是水灾 那后天又是哪边又打仗了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是觉得有点 好像不大时不安稳 就觉得那哪什么时候又碰到我们这边有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那个发生的越来越频繁的时候 这种不安定性 其实会影响到每个人 不管是心情身体 以及人生观的斗志 其实这些如果没有好好的来看这些事情 怎么做 大家塑造好一个很好的氛围 其实弄得不好 大家都是输家 所以我现在想 就是说如果不管我们怎么样 如果大家都能够重视这里面 先防灾 我们可以想到的先预防 然后可以从自己做起 把自己对别人的这种大爱 让人家先感受到 你说你等别人来对我们好 我们先对别人好 那从小范围做起 然后从社区 是吧 从这个整个这样子的一个礼民 或者是怎么样 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熟练的一种共事中 我们才会有更大的底气 对于我们的邻国 对于我们和整个世界来面对着 大家都才可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愿望吧 就是刚刚子蓉提到的 总是希望平安过活 平平安安总是福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我们做人最基本的东西 千万不要忘 那你说平常都不管不问不问 临时抱佛小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天灾来的时候你才说 哎呀我是好人 来不及了 对不对 没错 打仗来的时候 飞弹飞来了 你才说 哎呀平常我们也在看怎么办 那他也不提你的 那时候不受控的情况下 那人生就很无奈了 那当然不希望有那一天 但这整个世界 那怎么样推动这个祥和之气 我想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肩膀上 竭尽所能的 我们的能力大的人 好好的来呼吁 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对吧 能力小的人 那至少把我们身边 可以做到的 把爱散播出去 把一切这种 和合的这种各项 你的可以做到的努力 都自己先落实了 让别人感受到 哇 他这样对我这么样的温暖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好好的 做一些好事啊 做个好人 来以对呢 就好像 那个在YouTube上面有那个短片啊 有一个人 突然给一个人一束花 还是突然给一个人什么一个好处 他给他一张纸 说不用谢谢我 你把我这好事 再传给更多的人 是不是 如果今天全世界都可以一起来 把这些好事来推动 那我想这种 爱的氛围啊 爱的能量 聚集到一定程度 是绝对可以化解 任何的 这种不好的气氛 或者任何的分歧 任何的 不合乎 我们这样子一个平安过后的 这种可能性 未来要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我们应该要未雨绸缪 能够大家一起来 大家告诉大家 大家呼含着这样子的一个重点 我想很重要的 对没错 如何做好准备 然后让我们自己准备好之外 也把这样子一个好的循环 能散播出去 其实真的要让我们自己 方方面面的先想清楚弄明白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落实还有踏实的去做 其实这个就是还蛮不简单 但是每一个人 其实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当然面对到这种天灾 我们真的会觉得 自己很渺小 没有错 但是做好准备 然后避免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真的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如何把自己 ready好准备好 也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 散播出去呢 那也欢迎大家咯 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一起来做学习 如果大家想要更加了解 超码的系统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 同时在手机当中 也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有很多的课程 活动 还有好听的歌曲 另外呢 在全世界各地也有 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的课程 在当中会一同来导读 分享太阳升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 还有学员读者们 彼此分享 讨论 还有交流的时间 但是呢 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 官方网站 客服人员来做询问 有或者 大家想要知道 更详细的超码讯息 或者是呢 我们课程活动的资讯 也欢迎大家 可以先把电话 抄写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拨打到台北这边来询问 我们台北的电话 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 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呢 一起来分享 然后让我们 把这样子一个好的循环 还有做好准备 这样子一个心态 散播出去了 所以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再度地感恩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感恩导师 叶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 太阳升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还有建言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节目 也到此告一段落了 在节目最后 来送上这首好听的音乐 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日月星辰 我们在下周六中午的 11点钟到12点钟 FM0401 正升台北调平台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好月千里 一日月星辰 两心点点 到近百千万情 假似梦幻如今 都转心一难研究 是情意 平衡趁那望天听 珠希来时分明 纵然千山万水 总是情意 总是情意 又尽 默默神起 在闻翻心 举若兴 初中生未分离 千古万里 却知之旧 hits 协至旧在lungen 直至牛 可 lik 余殿 中山 尽amos 尽 ني 跃避 磨湖 中山仲渐 �う 架舞 路可听分明 日月星辰总在心 北高 海 肉 刀也成立一日月星辰 连心点点 道尽百千万千 假的梦幻如今 都转心已难研究事情 明月红尘难忘天停 熟悉来世分明 纵的前生风水总是情 亦有尽 不不舍弃 看在梦幻心去诺心 初众生未分明 千古万里觉知 就再见 就再见 爱 众生 渐渐敲醒 犹如日月星辰 却想装迷 今生存在 爱依赢 依赖你 不可听分明 日月星辰 总在心 爱依赢 不可听分明 日星辰 总在心 不可听分明 爱依赢 启赢 不可听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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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下 正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